对不起,我们被骗了,我们被老大骗了 什么骗了,说清楚啊 老大花啊,她买的是一朵红玫瑰啊 是玫瑰啊,怎么可能送给妈妈一朵红玫瑰啊 走,让我大嘴去 大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啊,出来 什么事啊,不要吵吵闹闹的,脾气这么暴躁不好啊 什么事情,你对我们撒谎了,什么事情,你心里没点数吗,说 就是啊,老大,我提醒一下啊 是解释过的吗,花是送给我妈妈的吗 大嘴,你可真心,就你,会想起来送妈妈一捧玫瑰花 老大,不要说你会买错啊,这个理由你说给我,我都不会相信 哎呀,就是520的理由了嘛 就是要送给小娃的怎么了 还不是怕你们都知道之后,小娃要是再拒绝我,我得多丢脸 怎么会丢脸呢,告白是一件勇敢者才做的事 不会丢脸的,不会丢脸的 更何况,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万一520那天,三娃被我们约出去玩了 你岂不是告白都告白不了 就是啊,老大,现成的流气都不会丢 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你诉苦那么好诉苦哦 而且你告白就光准备送个花 其他什么也没有考虑嘛 成功之后呢,要是又失败呢 你啊,考虑都考虑不周全 还想瞒着我们 这个,这个,这个,我确实没有考虑到啊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你就帮帮我吧,救救了 嗯,我想想,我还是让小蛙点和小影去探探小蛙口风 看看他20号要做些什么 要是逛街和按摩什么 让他们陪他提前几天做掉 我们就在约小蛙那天做些什么 确保他在家 我就和老大在想想表白计划 一定要做到尽上尽门 行,就先这样,时间挺急的 走走走,赶紧行动起来 啊